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為也是之前 以前 以前聽話說 我們這裡就是我們那個 鳳梨米的精產 其實想要吃以前的鳳梨米 經濟到底是多好吃 我就是感覺說這個鳳梨已經二、三十年 沒人做了 在賣賣賣的 要拆怪就對了 我不是說這個不可以讓牠打賣 經過牠起床 做給牠養 下一代的人現在後來都會養說 我的鳳梨就是這樣 2014年3月初春分刚过 80岁的老农曹刺鞋带着镰刀 往自家的高丽菜园出发 准备采收高丽菜 我们要拌博的台来看有够熟 它包起来这个华 它包到这样 包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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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柔柔 这样就是标识说这个就八分熟了 可以拌起来 曹刺鞋住在台北市阳明山国家公园 境内的竹子湖 目前以观光海域花田为主要产业 很少人知道在这之前 这里是台湾的蓬莱米原产地 还有它也曾经是台北市重要的 高丽菜供应区 台北市需要的高丽菜要扣我们 雅明山内 我们得到厚内 所以当时在台湾的消息量很大 你看现在 雅山里边量很多 华我们要共度了 所以我们这些量就糟了 曹刺鞋在竹子湖地区 算是少数还在种植蔬菜的农家 这个时节收成的高丽菜比较不好看 但因为线下的天气温度低 温差大 不利菜虫生长 对农夫来说反而比较好照顾 曹刺鞋在竹子湖地区 现在很高 你看现足时节的时间就好 这久外面才有13度了而已 如果晚上都没10度 所以气温鞋 堂都没有生中 都不用放农油 曹四协在这里务农超过一甲子 近年来接受桃园农业改良场的观念 从惯性农法转为友善耕作 除了吃得安心外 还可以让这片自己挣来的田永续耕种 我种产兼小学比较整个 比较整个的菜 整个火 这样一直沿着 农总部可以说我大方种一样 这种产兼就是在三十年前 我的手头我才没 到现在我这样存在继续要继续去做 以前是用雏草剂拌拌的 我现在都不是 雏草剂我也不想用 都刮刮好再来放下去 也是最近这三四年来 由桃园农业改良场来更改后 改善给我们听 说要用雏草剂的下去种 品质比较好 你看山上人 大家在吃的这个 现在这种菜 都自己都不去吃就都要 我们浸一双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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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无论什么工作 不要亏本就好了 多少做 我们自己做的菜 竹子湖好像飘起不同于其他地方的四月雪 曹次协远望过去 脑海中还会浮现出六十多年前 满田金黄稻穗的景象 海域盛开 吸引许多人朝上山休闲 这也是竹子湖花农门最忙碌的季节 他是陈永如 今年四十六岁 是竹子湖当地的终生代农夫 当兵前曾在外地求学工作 退伍后的第二年就回到家乡务农 大约在1990年代 竹子湖的海域就已经很有名气 而陈永如刚好赶上这一波休闲农业风潮 我现在耕作这一片农地 之前唐贝也是有中过海域 其实海域在竹子湖也将近五十年的历史 在我手上的时候是海域是一部分 然后也有种其他的一些作物 海域是求根类植物 原生种约有七种 各有不同的栽种环境 阳明山竹子湖留存有先人开墾的水梯田 正好符合喜欢潮湿 又较耐软腐病的白花海域种植 所以一直是这里花农的主要选择 竹子湖这地方算比较特殊的是 在低海拔的地方 又是高冷地的这样的环境 它温度低然后湿度也高 对白色海域的生长是相当有利的环境 早期从日本引进之后 就一直 一直栽种的这个海域 那只是差不多这十几年来 这个面积就是一直有增加 到目前大概五六年前 差不多已经固定是这样的 这个栽种面积了 1969年 竹子湖地区开始引进白色海域 之后由花农们自行繁殖 为了不让海域种求染病 有些花农会用化学药剂维持求根的健康 减少损失 这样做难免对土地会造成伤害 中海域放不放药 喷不喷药 那个见人见自然 我个人是觉得 因为很多的病虫害发生都会在夏天 那花也不多 那夏天会去 可以给我买这些花的人 本来就也比较少 相对的花的产量也比较少 所以喷药除了对花农本身 不是很好以外 也是一种浪费 那相对的 小部分的 会在残留在植物或者是土地上 所以是不太好的 陈永如从五年前就开始 不再使用化学药剂处理海域求根 也不喷农药 选择和自然共生 用友善耕作的方式对待环境 陈永如希望他的海域田能保持多元的生态 并能永续繁衍 这个是树蛙的软泡 把它留着 有一些生态 留着它不影响海域的生长 这是它现在是它产卵季节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这个地方也没有喷药 从来 大概有四五年都没有喷过药了 所以它自然就会在这地方繁衍 陈永如在现今的竹子湖地区 算是稀少的年轻农夫 传统的竹子湖海域是大批种植 以批发的方式供应给盘商 它回来以后 开始以休闲农业的方式经营 这多少会影响收入 但比较能依自己的想法种植作物 以前长辈耕作的方式就是 大批的种就是用批发的方式 那我们现在就是像种海域的话 有让游客来体验采花 或者说在这边淋卖 或者是送到批发市场去集中拍卖 所以在这个经营的方式上 有很大的差异 种植海域比较忙的时间 大概就是从国立二月的时候 就是花开始生产的时候 到五月底这段时间 很密集的要来管理维护 海域的这个生长跟销售的这个工作 那在六月以后 我们会种小部分的这个菜 还会再做一些园艺景观的这个工作 今年世纪当中很少会有闲下来的时候 那基本上不偷懒的话 是还可以足以养家 留在山上生活 陈永如选择全职务农 另外还有些人 是以半农半兼职的方式 留在这里 守着祖辈们留下来的田 像是比陈永如大十二岁的曹永德 就是如此 我拜一到拜五来台北做陀罪 但是陀罪拜 礼拜六到礼拜天不能做 因为会讨论人家 人家不让你做 那礼拜天到礼拜六 会回到山顶 说整个一些菜可以吃 所以说不然你买 如果整个多是送朋友吃 不是职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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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农民 趁着难得的假日 加上天气不错 曹永德来到自己的田地 抓紧时间在田里翻土 准备种植玉米 我的看法是加入来当团屋是一种兴趣而已 说成不说成是另外谁是另外一种事情 因为当团屋你没有叫季节或你的那个方法去做 根本种不出来 根本种不种不出来 曹永德这片田地是十几年前父母亲留给他的 由于比较靠近山边 受限于阳明山国家公园的管理法规无法开发 加上水源不足 种什么都很辛苦 谋生不易 所以他只好下山 接工尘过火 小时候从我开始种菜的时候 知道种菜的时候 是小学就有了 小学就有种书 那个人家说的是丑丑的 赶到现在一个阶段 差不多八十年左右 还没有打算种菜 因为因为我们有这个稻热病 我们还种海域 海域还种三五年 它又是暖腐病 它又是暖了之后 我们不然就没种 我们不然就做陀罪 曹永德家改种的作物 其实也是竹子湖农业形态转变的历程 以前种稻米 然后后来又种蔬菜 蔬菜要种海域 种蔬菜从期间有种建兰 就是一直转型 从以前一直转型 然后在海域 海域进来的时候 有人草的时候 就开始有了开餐厅 所以那个时候 二十几年前 就有了在开草青菜餐厅 都这样起来 就是蔬菜也没有种 嘴道也没有了 什么一大堆都没有了 那个建兰也没有了 通通没有了 1895年以前 竹子湖地区的主要作物为孟宗竹 后来鲜民们在这多雨 多雾 气温偏低的山区环境下 拓啃出一起齐的水梯田 种植仙道 到了1926年 从日本来的农业学者 姬永吉与平泽归一郎 成功地在竹子湖 培育出耿道 这是台湾米新的里程碑 竹子湖也成了 彭莱米的原乡 他是邢玉梅 台湾大学农业系教授 也是竹子湖地区的文史工作者 这话说1923年 日本人基于竹子湖几个的特别元素 包括第一个 它是一个烟色湖的地形 所以一区一区相当的分明 第二个基于它的气候 在史书上头想 竹子湖的气候相当于日本九州 再来这里因为它是火山地形 所以它的土质 它的水质都相当的好 相当的充沛 所以日人就以这里设为 作为原种田的一个基地 这里种出来的稻米 在1926年的时候命名为彭莱米 也因为这样的一个因故 竹子湖它肩负着整个日本稻型 也就是彭莱米的这样的品种的 纯正育种的一个史密 所以日人就称竹子湖为 彭莱米原乡这样的一个美誉 当年台湾种植的稻米 大部分都是仙稻品种 日本人称它为再来米 也就是本地米的意思 口感较硬 适合制作柜等传统食品 而耿道品种 口感软 有弹性 符合日本人的口味 为了满足需求 就以竹子湖为原种基地 大力推广 所谓的原种田呢 就是当时在竹子湖 利用它的地形地势 那跟种不同的这个蓬莱米 那在这边的米不是种来吃的 它是当来当古种的 所以山下很多地方 种蓬莱米的古种 是来自于竹子湖 对 那竹子湖的田地呢 就称之为原种田 曹四协就是当年在这里 种过蓬莱米的老农之一 从我小岁比较后来 前一年就是有种到 我们这种原整田的芳莱米 你五十年前一阵 这一阵寬山道路 这都车不走 都要用人家 政产 虽然是艰苦 我五十年前一阵 你若米 切得有割 吃得有狗 大家生活就安定了 虽然竹子湖当年种满了蓬莱米 但并不是人人吃得到 因为大东亚战争 日本人对粮食有严格管制 加上是原种田 所以就算是曹次协家 也只能用偷藏的方式 才能尝到这个米的滋味 因为前一阵 听话说就是 我们这就是 芳莱米的精产 其实是想要吃 以前的芳莱米 芳莱米 到底是多好吃 因为像我们家 以前不能吃过 还是不知道 以前 你不能吃过 有 我们收起来的切子 一百斤切子 可以换一百斤南部的米 跟我们芳莱米 但是 我们不都交 小部分老百自己吃 有暗扛 暗扛 我们这里有水车 你搖 自己搖 让我们这里的切子 就很好吃 确实有 这里就是竹子湖的大梯田 它的水源来自大屯山水系 属于温泉水 曹次贤的龙须菜田也在这里 他很骄傲 用这里的水 所灌溉出来的作物 大梯田那边 那天水 水质是算最好的 那水质好 都做不到各方就好 如果这种菜 吃到来方的人 你就会感觉如何 如果我们大梯田那边水 下去厚菜 你菜如果满托煮汤 你看看汤都浅熟浅熟 都本熟 你如果平地地瓜叶 或是什么菜 你把它煮汤 没有浅熟浅熟 它会稍微浮熟 它会稍微浮熟 那就是水质有关系 她是鲑鱼花 嫁给曹次贤已经六十年了 也务浓了六十年 工作时夫妻俩 总是一前一后的默契十足 会稍微浮熟 没有浮熟 没浮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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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回家来这 就 你只说 卷柴茶 都不在 豬菜 都不在这三番茄 以前是这样 没有浮熟 没有浮熟 曹次贤夫妻一共生了四个小孩 目前都在山下定居 只有历假日才会回来小聚 夫妻俩凭着双手种田 把孩子们拉拔长大 他们深知这种苦日子不好过 所以也不期望孩子们 回来当农夫 我那些孩子都不在做农 30年前我就说 不要做农 去上班 贪钱更多 做农贪钱更多 你这样一堆手 老婆一堆手 下去做农 一年你才贪十多万 你贪十多万 你贪十多万 会生我 那孩子要托车 你贪十多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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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田不止日子苦 常年累月的弯腰生活 身子骨也会出现问题 现在的卫浴花 每天早上 都要下山做脊椎复健 但还是改不了劳动的习惯 我现在就是去做福建 一宝 回来 如果他有产业 有工作 我就少去跟他 口罩有的 没有的 现在如果没有工作 我住家去看电视 如果要托车 就托车 这样 这间房子建三十多年 起来我们就托车 我以前住在那家 那古厨 险生的 还有两个打拼 再去这间房子来住 这栋用石头盖起的房子 是曹次贤的古厕 距离现在的新家 只有五十公尺 这栋房子 屋龄百年 是日俱时期 曹次贤的阿公 亲手盖的 现在则是曹次贤 摆放农具 与肥料的地方 这三十二年以前 以前小孩没有小孩 四个小孩 和我两个大人 落到粉楼上 那楼下 加了一个棗 在这边煮 这边打了一个桌 在这边吃 现在小孩长大 这楼太厉害了 没法大 又在这边大 才会去厅 去那间 五十年前 那时候 有在拆出酒头的材料 才有得多 能处出酒头 一只一只 这楼 就是十几年前 那时候 红苔来 触定给 红苔开去 这楼 去红苔 这样 弄多一格 我就 不是做酒的材料 就装这酒头 鞭起来 又给它 垢垢垢垢垢 所以这楼 在这里 卖 往后 十几年了 历经沧桑的古厕 如老农般 坚定地屹立在这里 也一如往常 一起面对着竹子湖 多变的天气 每年的三四月间 是竹子湖的海域季 陈永如正忙着收成海域 还有迎接游客的到来 他的一年收入 有大部分 来自于这段期间 在这个地方 不像是平地平原 可以很多高度机械化 所以都需要很高的 这个劳动力 人力来做这个 栽动作物的这个工作 那台湾的农摊品 这个价格也 也不太稳定 所以相对 付出很多的劳力不见得 是有相等的回报 卡卡了 卡卡了 好大 竹子湖的田区 面积小 无法高度机械化 所以必须仰赖人力 这样作物的成本 就提高很多 竹子湖的稻米 与高利菜产业 就是因为缺乏价格竞争力 逐渐适为 所以陈永如当初 回农所做的改变 就是看到了这个趋势 他觉得让产业多元化 是竹子湖农田可以被永续耕耘的方法之一 至少它已经可以生存下来 而如果再做一些环境调整规划 他相信生活必定可以更美好 整个区域环境来讲的话 可能还是缺少一些系统性的规划 无论是在这个交通 或者是视觉景观 那我们也在逐步调整当中 那可能还是需要一段时间 把整个区域的这个环境 做一个良性的调整 农业时代 农家都会一过节时序 制作跟米相关的食品 敬天祭祖 比如过年吃甜板 端午包粽子 而清明时节 对曹次协来说就是操阿鬼了 你这个鬼这生做这个鬼 可比米相关的清明 做这个鬼给吃的小 园园这些年轻的 才有那个怀念 说哇 吃七个鬼就是清明节 吃甜鬼就是你的高年 多少给他有一个怀念 清明节前后 鼠取草正盛 农家到田野中采鲜嫩叶 剁碎后加入再来米中 混合加萝卜丝 做成擦阿鬼 这是很令人怀念的 传统农家味 清明节前 魏玉花早早就到 没撒除草剂的田野中 采好需要的草料 我如果爱吃就做了 当会好吃到七十个 七十个啊 想象也做到五十几年了 东西啊 东西啊看不到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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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店里有早前 不过来做 你看 三三个 你 快点啦 二三个做做 我还要去探 你这怎么弄啊 他像做这个草莓粿 要包萝卜酥 这菜包米 如果我们这儿天气好的时候 我们可以自己的萝卜刷一刷 要淹一点刷一刷 倒给渣水 拿去香给渣 自己冲上去用 做这个粿 我都是自己做 自己做 调味料都做古早 我们阿公以来 按照比例来做 一定比较好吃 据古早人的说法 清明祭祖丸 吃些草莓粿 代表祖德流芳 这是表达盛中追远的一种方式 但曹四协与魏玉花 除了这墓地外 还有希望山下的儿孙们回来时 尝到他们亲手制作的家乡味 下饭 uta 我稍等 佳範 莳很ぞ 竹子湖的现况 让这些农夫思考着 可以用什么方式 为竹子湖带来新的契机 2009年 台北市政府文化局 认定彭莱米原种田事务所 为历史建筑 此时邢玉梅的出现 恰巧也为竹子湖 彭莱米原种田复根 带来一股助力 推动彭莱米复根这件事情 主要是因为 在入口有一栋历史建筑 也就是彭莱米原种田事务所 它落成于1928年 在2011年的时候 由军方的手上 拨交给阳玉山国家公园管理处 那当时就定调要作为 彭莱米原种田的产业历史文化馆 而且寻找地方的历史 总不能把居民全部带去 国家图书馆去翻找文献 最好的方式就是 以他们亲身参与这样的复根的耕作 在这过程里头去认识他们自己 过往魁别已久的原种田历史 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最贴欠事实的一个方法 2011年 在邢玉梅与当地里长曹昌正 地主高于璇 理事长陈永如的推动之下 成立竹子湖蓬莱米原种田股东俱乐部 以一股一万元的方式 号召当地居民 透过共同耕种的方式来经营彭莱米复根计划 严格说起来我们成立股东俱乐部 其实是一个相当随性的决定 因为跟社区几位地方投入人有讨论过 一下子要全面推动社区复根 这是有困难度的 因为竹子湖已经有40多年没种田了 所以大家就决定说 好吧 那我们也来成立竹子湖的原种田股 跟股东俱乐部 那希望有少数几个人的参与 然后呢 慢慢慢慢带动社区对于这件事情的证事 收起来是 我怎么没错 因为这段时间你做的工作 现在这些年轻人做的工作 各人各业都不同 每个人都不在做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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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是做农 那些一部分的人是在那里做餐厅的 那时候是农业社会的 那时候你掛在我 你补餐 就大家向上 我来给你盗做 你给我盗做 跟这段完全没什么想法 他们的目标是先富裕 目前流通的蓬莱米 成功后再富裕 当初原种田的中村种 毕竟竹子湖已经四十多年 没有种到了 有土地还得有农夫 有农夫还得要有顺应天时的经验 前两年的种植并不顺遂 我们这个 洋苗刑定这两年 我们是对土耕 洋苗市在那里 把他们作文叫他们洋苗 因为那个洋苗再买人 再拿到我们家 要補那几天 天气不太好 都在那七八度 这样就受不了了 洋苗整个路失败了 失败就補下去就成绩很败 今年竹子湖蓬莱米股东俱乐部 最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由股东们自己选种 自己育苗 而有经验的曹刺协 当然就是第一负责人 这个洋苗就我感觉 我感觉比较会响 四五十年前我就会响做 大到十二公分至十五公分 一半的时间嘛 天气有单纯 四十天天气如果不单纯 就会接差不多五天 sweater 如果喝不 дост 就会连你 我就是感觉这个鱼子已经二、三十年 政府没有装 在那抹赶 在那里就对了 我不知道这个梵蔚 dział своей烹饭 下一代的人現在後來都會想說 我對我就是這樣 所以我不是說 妖丹不敢說 快來做這個工作 快來做成功 這個工作如果做成功 差不多一代現如時的年輕人 大家就都知道了 曹思協的侄子曹永德 也是今年的育苗負責人 儘管本身的水電工作十分忙碌 但是只要一遇到農事的時間 他一定撇下身邊的事 何除夏田 這是我們兩個是接孫子啦 因為青老叔看我們兩個說 比較做事情 比較有專心 比較有保夥 那兒子比較困難 所以派我們兩個先來做這個工作 眼前的這一小塊復耕地 是今年新開發加入的 之前都還沒有耕作 所以曹永德得趕緊鬆土整地 今天來的是很新的產 早期整地的時候都是用牛梨 一直到了民國五六十年代 才慢慢開始有耕地基 那台鐵骨的小鳥 是我們阿爸差不多 在民國六十年買的 差不多六十五年 六十幾年買的 這台以前是牛梨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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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陈永如梨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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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水源地去清理淤泥 好让复耕地可以聊进更多的水源 这水是这样,由这个双高,小观音山,竹子山 这个山沟里面流下来的,渗透在这个比较低的地方冒出来的 然后引这个水浸接过来 这个鱼子水,如果有几天没落水就洗浆下去 如果没有清水,如果没有添水的地方就没有水才好用 所以我们这一排要来选一两排 听到这道鱼子,听到没准备 陈宏鲁是,生来是年轻 生年轻,二十年前的孩子,差不多百分之九十九都熟悉 因为二十年的孩子,大家都在山顶,搭车,送什么都熟悉 现在没办法,现在有的去外面,出外生的孩子,没有人知道 都不知道,没有我导藤公,这些送的孩子,这些送的孩子 我是第一年的田间管理员,就是种到班的班长 第一年就请阿德学长来到三天,做这个粉末的柳子 第二年,阿德学长是田间管理员,就是班长 我是偶尔帮一点小忙 我们想一直种下去,种株 有机栽培的方式,品质好,产量高 种有机的技术更成熟之后 拿到中村种之后,用这样的方式 把中村种也可以种得一样品质好 这是我们的目标 这里是胡田国小,位于彭莱米圆种田事务所 与胡田里入口处的旁边 是竹子湖地区唯一的一所学校机构 胡田国小不仅在地理位置受到瞩目 追溯其历史发展 更能看出他在竹子湖当地居民心中的独特地位 胡田国小跟圆种田的关系是非常密切 1923年开始成立圆种田 然后到1926年,彭莱米正式命名 那时候在推广的时候,1928年 就盖了学校竹子湖师王 就一间教室聘请一位老师 教了一些社区的居民的孩子 然后才慢慢慢慢到最后 到九年国教民国五十八年的时候 就成立胡田国小 所以这个关系啊,远远是非常密切的 一份浓浓的感情在这里头 来 好,跟我的找好了好不好 把它压下去它就会扶正了 这个,有没有 好,这样这样,把它整理一下 拇指石在这里 好,真的喔 真的喔 这里,它跟别的地方不一样 那学生种到体验它有一个历史文化的意义 可以让小朋友来体会这个水稻种植 然后它的历史文化在这个地方 圆种田一个历史关键的一个地位 那小朋友就可以理解 2014年4月28日 也是彭莱米命名第88周年 竹子湖股东俱乐部的股东们 怀抱着感谢的心夏田插秧 胡田国小学生也在校长的带领下 参与插秧活动 那在社区那一块呢 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它的复耕 能够临结大家有更多的共识 但是它透过那个水田的耕种 说不定如果有更大的回响 那竹子湖未来的选项 就不是只有海域先来的餐厅 那如果是一个水田生态的旅游 或是水田有故事的米 回来复耕那个有故事的米 那可能就是一个很特别的竹子湖的一个产业 今天来参加农事活动呢 主要是我们蓬 台湾北部蓬满米走廊 推动联盟的盟友 那其中包括呢 就是我们自己的股东俱乐部的股东成员 那还有呢 就是阳明山国家公园的同仁 及国家公园的志工 还有现场看到很多的学生 那我们的农事体验呢 从头到尾山上的孩子们 也都会一起来参加 这也是一种环境教育的课程 这也是一种环境教育的课程 所以说我们这些国家的人 大家都有很多心在做 那如果种有成功 那我们每一个人 也有一些人 去吃 说哦 那种的芳来米真的好吃 每一片田都有仙人耕耘的足迹 这是人文与土地细密交织出的文理 曹思协 陈永如 曹永德等人 陷下在竹子湖的耕耘 让社区里的人 重新关注自己的历史 开启塑造土地新闻里的契机 期待后辈能了解 这由仙人汗水换来的土地 守城是多么不易 只有善待它 这美丽的人文地景 才能永续存在 在家里面 地设法 也许多多 在家里面 我们开始有一个 徒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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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